这个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山 我们自古都讲谦卑 所谓谦虚谦卑,你得有东西才要谦卑 这个男性要谦卑,女性它是阴柔的 坤道是厚得在物的,它更要如此 更要衬托男人 所以说,为什么说女子无才变得 换句话说,男子有德便是财 其实,不管是谁财谁德 永远是德本财末 因为这个女子,她有才 一才华,她是压人的 用命理学讲这个才华,叫时商,谢修之财 她是客官杀的,那官杀是什么? 丈夫,领导 她是客的,压制的 那所以说,就是女人党权 母鸡打鸣,家里有个母鸡打鸣 你能受得了吗? 你可以去试试 这个不是一代的问题 我老师也讲了 取不到一个好妻子,她会影响 你九代人 她是把这个事情严重化了 但到底有没有九代 她也是一个虚数 一个多指 反正是影响很大就对了 但同样的 女子要嫁妇好男人 女子最重要的 她是,她的幸福感往往来自于这个家庭 你找不到好丈夫 没有养出好孩子 那就很麻烦 那男人呢,她可以追求事业 这个社会上大多数还是男人的天下 她的所擅长的就在这地方 政府天下 但是现在也没有 现在这个风格这么多 人们没有这种志向 不再想当圣人 没有伟大的理想 所以说 就是男人也不像男人一样 女人呢 自然 这个我们不管男人 就是文良公典上 你看现在说这些词 其实女性我觉得 更应该注意 那人与理智性 这些我们谁还在讲这些 其实 无时无刻 他都在 但是我们用不用 用不用的好 这些当然是最 至大美好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 就是说男女啊 这个 就是 重要的 这些 东西 就相敬如宾 包括 什么剧暗其霉 现在肯定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 多么的美好 过来 好 好 好